其中就站在李太身后,文言一颤,却不敢抬头,生怕泄露了神色。 房桥很是配合地让人去凉棚抬了尸体过来,顿时恶臭漫天,除却来认尸的家眷哭啼啼起来,其他人多是掩起口鼻,目露艳色。 而这在唐维二的两个女人,一个是恶心地扭头干呕了起来,一个则是面不改色地走上前去,落在有心人的眼中,自会比较一番。 看着一羽穿走在尸体中蹲身翻寻,房桥眼神复杂了一瞬,面对这样的孩子,他既怜惜,又难免生出了一股为父的骄傲。 可一想到那爷答应他们兄妹,乔归乔,道归道。 亲生骨肉不能相认,心中便是酸涩男人。 李太见一羽去捡尸,并未阻拦,只是一口一口地喝着茶水,目光渐渐地昏暗。 一羽很快便寻到了他要找的那具尸体,从那尸体衣物上摘下一物,让人用木盘托送到了房桥和高志贤的面前。 这是…… 房桥指着盘中一只扁平的墨袋,一晃眼便明白过来。 这……这里面原先盛放的便是那些染毒的墨块吧。 看着视同寻常的墨袋无异,王妃是如何发现的呀? 高志贤听后一愣,随即惊声瞪着一遇道,这么说,那凶手也以中毒而亡了。 不及一遇开口便怒拍了暗,指着前面一片尸身。 去看看那是谁? 回禀大人,是文学馆的胡学士。 可恶! 东西有人脑斥一声,众人寻声看去,就见李克气道。 这凶手已死,岂不是查不出是谁指使人害了这些文人吗? 李太目光微闪,其中身形微震,红了眼睛却依然不敢抬头。 正是痛心疾首时,却听一声淡雅的女声。 不,凶手不是她。 她痛心变成了惊恶,抬头看向场中,就见在那排腐臭的尸首当中立起一道人影,听见高志贤的质问道。 王妃又在卖什么关子啊? 这大树楼前后,每夜都有人指手,刑部已经排查过了,没有见到可疑人物。 若是你所说那般毒害,凶手不就是这死者当中的一人吗? 脚边的尸体让一欲想起昨晚梦境,那些亡魂猙獰的模样让她手脚发凉。 她再一次环扫了四周,同李太的目光一碰又离,汲取了些许暖意,对着房高二人开口道。 当晚大树楼中时是有二十九人在场。 你说什么? 高志贤吞地一下站起来。 王妃是说,还有一人在场,那人便是凶手吗? 房桥急忙问道,原本是当这又是一件无头公案,水晓风回路转,那凶手竟不在死者当中。 一欲没急着答话,扭头去寻李太,道, 文学馆中人外宿是要记录在门房,王爷可好让人去请四月初三那晚留宿在馆内,又参与修编的学者前来。 嗯。 李太抬手招来了一名随同听审的管事,低声吩咐了两句,那人便小跑着去了。 其实这边动静早有不少留宿馆内的学生都赶过来看热闹,不大一会儿人就找齐了,就在场上东南一脚站着,有人神情局促,也有人一脸的迷茫。 数一数就有二十三人。 黄飞莫不是想说,这凶手就在他们当中? 高志贤问道。 那群人一下子便绷紧了神经,有人甚至大呼了一声荒唐,但见着李太在那里坐,便没乱起来。 高大人刚才不是问我如何推出那莫中有毒的吗? 一欲是极少会顺着别人的话走的一类人。 他同李太一样,喜欢自己掌握住言谈的步调。 在普沙罗城一年,又常对着韩丽那样心上尽是针眼的老狐狸,即便是在高志贤这等行为颇重的人物面前,也不怯场。 高志贤自然是发现自己被他牵着鼻子走,心中微火,张了嘴又闭上。 没接他的话,两人这点言谈上的微妙,不乏有人察觉,房桥便是奇异。 还请王妃名言。 大人客气。 一欲抬手指了他面前托盘上摆放的墨袋,道。 你不妨聊开,仔细看看里面。 房桥伸手抽开墨袋,却见里头空空,竟有一根吐蚝。 想一想,他又伸手进去在袋里摸了摸,翻手向上,就见指头上沾了一层墨粉。 米囊花壳粉是有色之物,多成褐黄,混在墨中当然不见色,但若同其他颜色衬在一起,便可发现细微不同。 各位看我手上戴那副青皮手套,乃是莽皮所致,有功读之效。 那日验尸时,我探囊中便发现套上颜色有益,除雀墨灰,青色的纸套上隐约呈出一些绿色。 若有善化者,当之黄色同青色相掺,便是绿色。 我便移着墨中有鬼,再一细看,这墨袋那层竟然满满都是墨灰,显然曾放过许多墨块。 我打听这位胡大人为人,他素来节俭,又是个爱干净的人,喜欢把备用的墨块用纸包了再放进墨袋中。 银河会突然这般邋遢,这么一袋子墨块都去哪儿了? 他一人能用这么多吗? 我又从胡大人好友处知那吐豪是他之物。 这么一来便有两种推论。 其一,这墨袋是胡大人的,他是凶手。 不知何种缘由取得这些毒物,害了同僚之后,又畏罪自杀。 一个小小墨袋,一层墨灰,竟也能从颜色相撞中看出异常。 顺藤摸瓜查出线索来,非是才思敏捷不能违。 当真是叫人心中惊叹。 房桥压下吃惊,点头道。 这么分析,是有理有据。 那为何你又说他不是凶手呢? 他问出了在场所有人心中的疑惑,一屿并未直接回答。 很简单,你看那袋中的兔豪。 房桥将笔取出,拿在手中细看,为己翻来覆去打量,见着上面斑斑墨灰。 正在寻思时,一羽却已转身,走向了那群出世当晚留宿在馆内的学生。 一双冷眼从他们的面上一一扫过,道。 他当晚,夹带一袋独墨在大书楼汗取一众性命。 那墨袋是文学馆统一发放的一种样式,几乎人人相同,不差多少。 为防此案被人查出,追到他头上,他行凶之后,等到毒气挥散。 在死者当中,寻衣替死鬼藏匿凶器,将有毒的墨袋同对方无毒的墨袋交换。 只是这人聪明反被聪明误。 他未免有人生疑,就将死者生前所用兔豪放入墨袋,以示他物。 其料,正是这只兔豪让我看出凶手另有其人。 即便是一个一心求死的人,也不会将生前所爱之物如此糟蹋,随意地置放。 在座众人各自琢磨着他话中意思,房桥又细细打量了一遍那脏灰的兔豪。 杆有磨痕,显然是常握在手中。 然而,那笔封却是修剪得光滑如丝,如同心笔一般。 不像常用之物,如此,唯有意解。 这只兔豪是胡大人第一次进考时候伯母所赠之物,他最是小体。 官长将他戴在身上,没人时才会拿出来细看,却从没见他用过。 齐征走了出来,红着眼睛。 闻者静默,房桥也是个孝子,深能体会那份心情。 轻叹一声,掏出汗巾,将这兔豪擦拭干净,放在一旁,轻叹道。 难得一片孝心,却不能尽孝终老。 王妃可知凶手究竟是谁呀? 高智贤问道。 嗯。 一欲闷应一声,向对面那群暗发当晚留宿的人道。 未替王者申冤,得罪各位了,请你们一一排开,转过身去,低头蹲下。 一群人对望之后,短暂的犹豫后,就纷纷转身蹲下。 房桥已是离岸,走到了一狱的身旁。 他很是好奇他如何辨认凶手。 跟在他身后,从左到右,走马观花地来回一趟,最后停在了一人背后,翘脸一沉,伸手一指。 将他拿下! 二十多个人几乎同时回头去看,却只有一人看见那双正指着他鼻子的手。 下一刻,两只膀子便被压住。 放,放开我,简直是荒唐,我怎么会是凶手? 就连其中都惊诧地喊了一声。 邱海良,是你? 不是我,我那晚一直在房间休息,就没有出过门,怎么会去杀人呢? 那名换邱海良的年轻男子挣脱着,恼怒地冲着一遇到。 王妃,因何要冤枉学生,莫不是找不出真凶,随便抓一个赖伤。 是你? 一跃很是奇怪,他此刻还能如此平静地说话。 常来大书楼的人都知道,楼外唯有不少护卫巡逻,出入很容易被人看见。 而你知,侍卫从不过于靠近书楼打扰,便在行凶之后躲在了大书楼外的花丛中。 书楼中看见你的人都死了,等到早上有人发现尸体, 你再趁着混乱混进了闻讯从宿馆跑来的学生当中,只扮作是刚刚到场,再同他们一道离开即可。 那人竖起了眉毛,火冒三丈道,你冤枉我,凭你这般推错,便能说是我杀人吗?你有什么证据? 你的后颈 一遇到 那两日,蚊虫十分之多,花园里更甚,若有人在园中熬了一夜,即便是头脸都护住,后颈也会被蚊虫叮咬成一片。 你后颈尽是红红点点,但凡行医者能断,此乃被叮咬过三四日之后,消肿模样,正是那晚留下。 方桥伸手按下仇海良挣扎的脑袋,彻底他的衣领,果然见到一大片叮咬后消肿的红点,当即变了脸色,冷声道:"四月初三当晚,你在哪里?我在房中休息,我没有杀人。 仇海良憋红了脸,大喊大叫,额头却已是冷汗冒出。 有谁为证,谁能证你没出过门? 方桥逼问:"我一个人独住意见,去哪儿找证人?还敢狡辩。 方桥一甩衣袖朝着座位走去,同时怒道:"来人,中达三十大板,看他招是不招。 等等。 仇海上下打量着那怒视他的男子,落在一处,目光一闪,上前一把摘下了他腰侧的墨袋,从里面翻过来仔细一看。 当时冷哼一声,反手丢向了齐针。 看看,这是不是胡大人的东西? 是,正是胡大哥的东西。 嫂夫人说,曾帮他补过一回,外头是看不见,就在这脚洞处。 园中顿时哗然一片,就听死者家眷,哭骂声带头响起。 文人百姓曹曹然,只要把这狠心的凶手,用唾沫淹死才好。 不得好死啊,你这种混账! 老天怎么杀吃了,你这害我儿性命的怀中! 还我夫君命来! 死者不能还,看着一张张,哀怯痛恨的面孔,一欲没有半点破了这大案的欣喜。 退下蛇皮手套递给身后的平铜,沉默着退回到了座位上。 刚坐下,手背便被腹住,扭头望进一片胡色中,没有言语,也知道他在安慰他。 若非此地不宜,他实想伸手抱一抱他,豪解心中苦欲。 证据确凿,接下来就是房桥和刑部的事了。 啪!没有醒目,高志贤直接拍了杯子在案上。 这一桩案,害他刑部遭皇上御旨责备,如今怒气全都牵在凶手身上。 当时呵斥道,畜生,竟是谋害了二十多条人命。 说,你处心积虑行凶,是何目的? 被这一鹤,求正海嘴角缓缓地溢出血丝,竟是软倒在地。 高志贤没好气地让人拿水,把这晕货泼醒,等到水来之后,却没能用上。 不好,大,大人,他,他没气了。 官差惊声一喊。 什么? 房桥高志贤齐声喊道。 凸生变故,一遇一个机灵便要起身,却被李泰牢牢地拉住坐在原地。 殿下,让我去看看。 不用。 李泰深深地看了他一眼,扭头望向了对面席位,远远地对上一双似笑非笑的脸,低声道。 够了,你已经做得很好。 远比他想象中还要好,剩下的交给他便是了。 大叔楼前一阵兵荒马乱之后,终是确认求海良畏罪自杀,咬蛇自尽。 索性案件已水落石出,这一幕落下,房桥将供辞带回,准备明日回禀皇帝,死者家眷将尸体带走。 在李泰的安排下,每户送了五十罐钱炼葬费,在南方有宅院的也一并赠予,让起先还在门前大骂李泰的人转而大呼他的恩德。 又有几户人家当众哭着的一语行了跪拜谢恩,他避之不及,生生受了几个下扣礼,忙让人搀扶起了那些老弱离去。 今日,有围观听审者中,将魏王妃审案一事口口相传,就连一遇自己也没想到,这阴重下,其后却是开出他意想不到的果来。 囚海良的尸体被刑部抬走,死者家眷从大叔楼前跟到了文学馆门口,哭骂了一路,而动手害了他们亲人性命的凶手死亡,这起码平复了他们的怨气。 至于究竟囚海良对同僚狠下杀手的目的是什么,这群人已无法计较。 他们现在只需要一个发泄口,好将心中的悲痛化开。 一如先前,他们在文学馆门口谩骂,真相虽然只被揭开一半,可至少有人愿意替他们讨公道。 不只是死者的家眷,还有百姓和无权无视的文人。 在这等级制度分明的年头,即便是一个心灵上的依靠,也让他们觉得分外安全。 而怡欲则在这次事故中恰到好处地扮演了这个角色。 他在大叔楼前动兵逼案,虽没有成功,使得高志贤和刑部就范,却成功地让人记住了这位用行动给了他们一个交代的魏王妃。 天色向晚,送走了受害者的家眷,文学馆门前的街上依然热闹。 人们三三两两,称群结队离开。 听着那些有幸入馆的人,会声会色地讲述着大叔楼这一场奇案,如何被一个女子破解。 房桥和高志贤带了正贡,带着人马先行离开。 李太还在馆内安排事务,一遇同几位学士一起送李元昌、李克等人到门口。 就到这里吧,不必远送。 这里按辈分,李元昌罪长,说话当然要他先开口。 今日也是凭了你,才叫我们这些人长了见识,原来这案子还能这样破的。 见他拿出了一副长辈样,一遇自当谦虚道,七叔谬赞了,此案能够水落石出,我是凭了一些运气的。 他语调一顿,目光一扫几人。 就像是那行凶的人,他也是缺了几分运气。 听出他话里有话,李元昌反笑道, 是,有时候啊,趁运气好坏,的确是能左右一件事的成败。 只是可惜啊,那反人咬舌自尽,到底没能清楚他是为何行凶啊。 一遇点头,心思一动,看向李克,做好奇状。 三皇兄那会儿不是说了,这犯人许是人指使的,你可是有什么主意? 听这话,在场的几人多是想起来那会儿摘了胡枝杰身上的墨袋,李克貌似是有喊上一句什么指使什么的。 脸色有意,维里克做出了回想模样,随即呵呵一笑,摇头道, 呵呵,我想啊,这犯人是文学馆的人,好端端去谋害同僚,能有什么神仇大汉呢? 想必是被水买凶? 我一时气愤喊上一句,哪里知道凶手是谁啊! 四弟妹啊,我可没你那洞察求豪的本事,一点墨粉,一根吐豪,便能揪出凶犯来。 一遇没接他的话,脸上没半点笑,看了一眼李克,突然问李元昌道, 七皇叔可知,我为何坚持要查清这桩案子?